走 走 走 走過來大概花了十分鐘 好 那我們 我們站在哪邊啊 看大家的啊 這樣到哪裡啊 看大家的啊 你沒辦法說我 我不知道 來 你來告訴我啊 不然我們只好休休 33喔 33嗎 沒有啦 那那麼久吧 沒有啦 後面吧 看筆記吧 加哪邊的 啊 八環 什麼八環 我已經暈了 那請你放開課本 我們應該講到什麼 講到那個 來 第八頁吧 那個租稅歸幣的定一號六個月 有沒有跟你提過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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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頁 那我們要講第九頁的第三大點 來 我們 停一分鐘喔 我們從第一頁開始 我們從前面開始翻 來 第三頁都講了嘛 有沒有哪邊沒有講的 都講的 第四頁也講的嘛 第五頁也講的 對嘛 那特別注意一下 第四頁優先順序很重要 非常的喜歡考 優先順序 那再來 第六頁為主還沒講 是瓜五九 單薄品 單薄品我們預計在等一下就會講到 所以瓜五九還沒講單薄品嘛 對不對 那第七頁都講了嘛 第八頁都講了嘛 對 特別注意今年會考那租稅歸幣的定一號六個月 他會把那個貼出來 問你叫租稅什麼 那叫租稅什麼 歸幣 那如果特殊交易 你可以詢問租管機關 租管機關必須要多久回屋里 六個月齁 這幾年度都能考慮齁 那我們再來看第九頁 第九頁齁 那我們看第九頁 好 好 兩媽媽你看這裡 好 看這裡 各位你們要一個普通常識 我們 我們有一個房屋 是一個地價稅 好 我想說我們講地價稅 好 地價稅 好 這你們不用猖齁 我們地價稅的繳納期間是 11月1號到11月30號 地價稅 好 我要跟你講齁 我們有一些稅齁 你不用付 他寄單讓你去繳稅 我們的稅有分三種 第一種是 第一種就是 第一種就是什麼 你要去報稅 要申報繳納 等於說我們報稅方式有分三種 第一個叫申報繳納 第一個叫 什麼叫申報繳納 我問你喔 所得稅 我們什麼時候報所得稅 5月31號 5月31號 你是報了稅之後 就要把戶頭披上去 讓他繳錢 那叫申報繳納 那叫申報繳納 你看我報 營業稅 營業稅是幾個月繳一次 兩個月繳一次 報了之後 就要順便什麼 繳錢 那叫申報繳納 第二種是什麼 先申報後繳納 所謂的先申報後繳納 這個是指什麼 遺產增益稅 你回想一下 我們在畫那個遺產增益稅的時候 不是六個月要去報嗎 那他兩個月合稅 最單下兩個月去繳錢 他叫申報繳納 所以記得 這個 這個 申報繳納叫什麼 叫所得稅 營業稅 這個先申報後繳納叫 遺產增益 這可以當所謂的所得稅 我們五月份的繳索得稅 還有每兩個月要報什麼稅 要報營業稅 那這個是屬於什麼 遺產增益 等於說我們的各種稅制 它的報法是不太一樣的 那要看我意思嗎 懂嗎 那再來第三個是什麼 祭單繳納 什麼叫祭單 你有沒有手機 你有沒有手機 是不是時間到了他 祭單子讓你去繳錢 你有跟他報嗎 沒有 等於說所謂的祭單繳納 是指什麼 是指說時間到了他 他把稅單寄給你 你去繳錢 那這個典型的代表 是什麼 地價稅和什麼 我們地價稅房屋稅 都是屬於祭單繳納 所以說我要坦白告訴你說 目前我們台灣的稅制 大概有分為三種 那就是申報繳錢 那一個是什麼 先申報後繳錢 那先申報繳錢是什麼 所得稅營業稅 先申報後繳錢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 那就是遺產生營稅 我們沒有過度 不是死亡六個月報嗎 那這個要不要申報 不用報它直接寄什麼 寄單到你家 那你會問我說 這個有沒有報 有啊這個有沒有報 這有沒有報 這沒有報 這沒有報喔 我們就講第三個好了 我是寄單到你家 讓你去繳錢 對不對 那如果忘記我沒有收到嗎 不理由你的手機 對帳單如果沒有收到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你怎麼在繳多少錢 一樣道理喔 在我們稅法上是這樣子喔 這個喔 寄單繳納 你只要有辦法 躲過 就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我們的地價稅是 11月1號到11月30 房屋稅是5月1號到5月31 你 只要有資格 躲 讓它不要找到 你只要 你只要站 因為它什麼時候開增 10月 11月1號 如果假設你是在 開增日期前 都沒有收到稅單的話 你是在開增日期後 收到那就不用繳錢 什麼意思 假設 來收到稅單 我們就講收到稅單 來收到稅單喔 請你告訴我 你10月15號收到稅單 要不要繳錢 你 你10月28號收到稅單 要不要繳錢 你11月2號收到要不要繳 12月2號要不要繳 我告訴你 你只要你有辦法讓郵才找不到你 或是讓人家找不到你 你只要這一天收到稅單 我們要繳錢 這一天收到稅單要繳錢 這一天要不要 要不要 注意喔我們的法律規定是什麼 開增日期前 一定要收到稅單 如果你是在開增日期後 收到那個便當 所以這個有沒有不要繳 不用繳 這個不要繳 不用繳 所以我們法定的一個收稅單的期間 一定是開增日期什麼 錢 所以我曾經給我媽講說 我問我媽說你把她講嘴 她說不講 我說不 我叫媽說你躲起來 你只要讓他 只要讓郵才 沒有辦法把稅單如期送到你的手中 你到11月1號才出現 你知道我不用講 那我媽就去實驗 第一次郵才運 老人家一定知道郵才什麼時候來吧 老人 你懂我才聽郵才什麼時候來 你不知道 怎麼可能 郵才什麼時候到你家 你不知道嗎 哎呀 你說老人家你奇怪 他們都知道 那郵才來 他整個鐵門拉下來 整個都不出來 對不對 第一次郵才他在掛什麼 在掛號 在掛號 在掛一個什麼 掛一個牌子 聽不懂 他會掛一個牌子 我怎麼不去領 我說我知道 到時候 那種掛號信 我只要不簽的話 我就不繳稅了 所以第一次 大概 我一直從第三 九月底吧 他就被退回去了 那這個時候 第二次他也知道 第二次你還會來 第二次 十月上旬來的時候 郵才也被退回去了 都沒錢 我好高興喔 結果到了十月下旬 里長 里長 九歲單 大力門口 大力 抱歉 雖然被鐵手走了 里長 里長只要貼到你家 是從你收到 所以我告訴你 孩子你別傻了 雖然說 我們有這個法條 我們的稅單 一定要在什麼時候收到 開增日期前 錢 可是我告訴你 你如果 他的意思說 你只要在開增日期前 收到稅單 就是要繳稅 在開增日期後 收到稅單 是不用繳的 我告訴你孩子 別傻了 你不可能 收不到 他會叫人家 踢在你的門口 最急的 來第幾頁 第九頁 重點在哪邊 開增 繳納稅捐錢 有沒有看到 送打 合法送打 有看到嗎 有沒有 有沒有 來 因於開始繳納稅捐錢 送打 這叫合法送打 如果是 如果是以後要不要繳稅 不用 所以我麻煩你 旁邊給他寫 地價稅 11月1號 到11月30 收到稅單 這天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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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打叉 這天打叉 你把他寫在下面 聽到有沒有 我的重點是告訴你說 一定要在什麼時候 收到稅單 開增日期前 收到才要繳稅 如果你是在開增日期後 收到就不用繳了 可是我告訴你孩子 你別傻了 他一定會讓你收到 聽到有沒有 有沒有 人家說一句 寄稅單到你家 一定要在什麼時候 寄到 開增日期前 那下午 地價稅 地價稅11月1號 到11月30 你來收到稅單 寫這四天 打勾 打勾 這叫合法 打叉 這兩個叫不用繳 聽到有沒有 終究 請你告訴我 繳稅的 合理性 這是什麼 要在什麼時候收到稅單 開增日期前 繳納日期前 好 看下面那一題 答案是什麼 繳納 開始繳納日期前 所以答案是什麼 心 好 102年初等考 何時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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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增日期前嗎 假納期間前嗎 當然是哪一個 西齁 又來下伏六 又來下伏六 好 抄筆記 這個筆記 非常的喜歡考 好 好了 OK 房屋稅 房屋稅是5月1日到5月31日 房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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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齁 這個筆記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齁 各位我可以問你個問題嗎 如果假設你開車被照相機照照 第一件事情會怎樣 比例 你開車你跟第十七年級 你唱得神明 我說你開車 不是嗎 有特殊照相嗎 如果被照相機照照 是我寄相片到你家 你第一件事情你做什麼 你會... 你... 我... 奇怪 我uly115 地點事情 讓開車 難道你 wün看旁卑有沒有女人 那個女人是不是我 你都不會吧 你不會し Constitution 我想 我講你收到相片的第一件事情 你做什麼 看看那個 那你一定要看车号是你的吧 不是看旁边有没有女人 曾经有很多人告诉我说 柯艺师我跟你讲 我说看旁边有没有女人 女人如果是我 我会去讲 不是我 我就不会讲 所以我跟你讲 你照相收到 你收到什么 收到相片 会看那个车号 是不是谁 是不是我的 如果不是我的 那我万一是你的的话 你知道什么 比较红帽 那如果不是你的呢 不是说万一不是你的呢 那一样道理嘛 我就讲税单 你说那张税单 你会马上缴钱吗 不能马上缴吧 为什么 这个税单搞不好是错误的 搞不好是一刀片变的 如果你发现这个税单上面是错误的 什么记载错误啦 从物计算啦 什么适用法令错误等等的 你要把税单拖回去给什么 原发单 原计税单的单位叫查对更正 所以我们有个名词叫查对更正 诶 诶 调译什么 我们有个名词叫查对更正 什么叫查对更正 你只要这个税单上面有记载错误啦 计算错误啦 从物记载啦 试用法令错误我们都可以请求是吧 查对更正 请谁查对更正 那个原单位嘛 看谁记载难到你家嘛 对不对 是不是 不是一样道理 所以各位 不是看旁边女人 是不是女 注意一下 纵使不是女 你也要什么 要委屈一下嘛 来查对更正 凡事什么 他的意义 意义叫什么 凡事什么 凡事睡当 你的睡当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简单嘛 最后就是什么 什么记载错误嘛 什么叫记载错误啊 这个 这个房子是隔壁邻居的 结果 当作是你的房子 然后有记载什么 凡事睡当有记载错误 或是什么 计算错误 什么叫计算错误 啊 就是你算不下去了 或重复计算 適用法令错误 误用法令错误 误实 是谁的问题 所以我们时间 我跟你讲 你要记得 这个查队跟这点 就是睡会单位的问题 是用法令错误 计算错误重复计算 从自计算 听有 这个问题一定是谁的问题 视频单是居住机关的 睡会计算机关的 睡会计算机关的嘛 等这个问题 奇怪 是你的问题 那是你的问题 听有 啊这要打发 是这絕对加速 所以肯定是谁的问题 肯定是国家搞乌龙搞错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所以答应要先这样做了 好 好了 来 第二个 非常的喜欢 诶 诶 各位我问你 啊如果万一钱缴了怎么办啊 这个税单不是你的 结果一把钱缴了 怎么办 你怎么懵懵 想要不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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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第一个 我们做一个会种 这个会种 非常的 非常的重要啦 这个会种非常的重要 这个出题率相当之高 如果你是属于缴纳前发现的 或者你是缴纳后发现的 什么意思 你还没缴纳 就发现那个税单是不对的 啊或者是缴了之后 才发现税单是不对的 怎么办 因为我可能收到税单 你爸爸也就把你缴掉了 结果发现那税单不是你的 那我意思吗 等于说我要强调就是说 你收到税单 如果发现这个税单不是你的 结果你钱 如果还没有缴钱 钱还没缴喔 钱如果还没缴 你收到税单 那钱还没缴 缴纳钱发现喔 我们什么 我们叫请求查对跟证 所以所谓的查对跟证 它是指缴了还是还没缴 缴了还要跟什么证啊 他有意思吗 当我把 当我如果缴了钱之后 我要想办法把钱要回来吧 你还没缴 你要不要去跟证税单 要吧 是不是 如果万一那个钱缴了怎么办 钱缴怎么办 对 你还要缴什么 这个时候要什么 你要请求什么 要请求退税 假计利息 等于说 如果还没缴以前 发现要查对跟证 缴了以后发现 我们叫什么 请求假计利息 好 等一下告诉你 我要抄底级页 好 好 重点在下面 好 跳舞了 跳舞了 来 有没有也靠下去 来 你缴钱的 缴钱的 是不是要把钱推给你 对不对 好 有没有期欠 第一个 第一个 自己的错 如果这个税单是自己的错 什么叫自己的错 各位我问你 我们现在不是要网路上要报税吗 你心思所得五十万 你把他起成五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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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思所得五十万 你把他起成五百万 你把他起成五百万 这个虽然对 还是错误 他是什么 他叫什么 记载错误 那可是你 你起完之后 发现糟糕 我钱也缴了 你行 那你知了什么 国水局 我告诉你 我的薪资只有五十万 我起成五百万 你把他起成五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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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谁的问题 是你的手的问题 还是国水局的问题 是你的手的问题 所以如果是自己的错 不好意思 小那日起算五年内 要去给他退 如果说你的手的问题 你又过了五年 不好意思 那叫愛國的表現 這樣有意思嗎 等於說自己的錯是什麼 繳納日起算幾年內退還 繳納日起算幾年 五年 注意喔 如果你在這五年當中有去申請 他會把錢還給你 如果沒有的話那叫什麼 預期不退 繳納日五年內申請 請退還 請求退稅 那假的喔 那預期什麼 欸這個 你還可以加計什麼 還可以加計利息 利息也不高 利息是按什麼 是按那個郵局的一年定存 哪有沒有啦 懂不懂意思啊 懂不懂啦 自己得錯幾年內 啊沒有人什麼 愛國 愛國可得 我們現在報稅是用什麼 是用自然能平鎮 對不對 啊如果你插下去 結果電腦專案錯誤 聽不懂 這有兩個啦 一個是你自己去 你自己手針 第二個就是你卡片插下去 報稅也是 報稅卡片插下去 資料是拋壞 還有五十萬 八百萬 如果是什麼 激增機關的錯 如果是稅捐機關的錯 你告訴我 這個錯是誰的 是你還是機關 如果機關就沒有五年的限制了 縱使十年要不要退給你 要 記得齁 沒有什麼 沒有期間限制 所謂的沒有期間限制 要注意 注意 後面IGR很重要 機關的公務人員會不會移動 那通常 奇怪 這個 為什麼資料拋出來 他去找原因 他去找原因 很簡單 因為機關有時候去查一個案子 可能要查半年 一年兩年 他告訴你說 如果這個錯是你的錯 或是瞎可 如果這個錯是你的錯 是你的錯 是你的錯 國權局的錯 只要民眾提出來申請 我不管你換了幾位公務人員 不管 得知錯誤期兩年內 一定要把稅推給人家 因為為什麼 因為那個人已經不在了啦 但人不在 你要去把它找出來說 你為什麼用錯 找得到嗎 找不到嘛 所以說 你找不到的話 你只會一直拖 所以說來 你會寫下面這裡 我寫過來這裡 你會寫哪裡 寫這裡 來 得知錯誤期兩年內退化 你後面 後面同學看不到 得知錯誤期兩年內退化 等於說他很擔心 國稅局會脫 脫少 會脫退稅的期間 得知錯誤 得知錯誤期 得知錯誤期兩年內退化 兩年內退化 得知錯誤期兩年內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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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善意識嗎 要改善意識嗎 改善意識嗎 來 再說一遍 請說請說 來 我們查對更正喔 怎麼樣查對更正 這個稅單是錯的嘛 結果你還沒繳錢 還沒繳稅以前 還沒繳稅以前 可以給他申請說 你稅單好不通 把他更正一下 他沒有繳稅繳人啊 繳稅繳人啊 沒關係繳稅繳發作人家申請什麼 退稅加計利息 他會退稅加計利息 那個加計利息是什麼 有條 有條 那這時候他又有個規定喔 這個錯是什麼原因 你自己手指 還是你手指的時候 不好意思 幾年限制而已 五年 超過五年 不好意思 不退 如果這個錯誤是什麼 機關的錯 而不是你手指的時候 有沒有五年的限制 沒有 縱使十五年也要把錢退給你 可是他也擔心機率 稅務機關會脫 會脫納稅人的錢 所以得知錯誤起幾年內 兩年內要把錢還給你 而有沒有五年限制 沒有 所以 護衣修派課 來第幾頁 第幾頁 第十頁 來查對跟正義 揮開 第十頁查對跟正義 都不要說 揮開 自己揮開 這叫查對跟正 這叫查對跟正 來這三道考題 請 收到稅單 發現有計算錯誤 那如果有計算錯誤的話 幹嘛 那叫什麼 趕快在腳那期間那家請求什麼 查對跟正 聽到有沒有 再說一問 查對跟正 這代表錢繳了沒有 錢繳了沒有 錢繳了就 如果錢繳了就 退稅 錢繳還沒有繳 叫查對跟正 所以答案是什麼 A 我們趕快去看正義什麼 查對跟正 聽到嗎 來 第二題 叫什麼 98年紀三 你叫什麼 查對跟正 第三題 什麼叫查對跟正 那就是什麼 計算錯誤 計才說 你摳摳摳 咦 我們沒有誰 最後苛稅事實認定 錯誤這是什麼 叫行政救急 等於說 你認為我犯罪 可是我認為我沒有啊 我是要給你打官司 所以我們後面會抄到一個打官司 你認為我犯罪 我認為我沒有 那當然不是說打官司啊 來 來小趴 我會叫打官司 我想第一個是打官司 來 翻過來到第幾頁 第十七頁 第十七頁 哇 這個非常的重要 第十七頁 來 第十七頁 好 有沒有看到第一行和第二行 有 第一行 還有誰的官司 給他寫什麼 自己的錯 第三行 第四行 第五行 還有誰的官司 稅務機關 得錯 沒有啦 第十七頁 不是有 前面有五行嗎 第一行 第二行 還有誰的官司 誰的錯 那個 那個是誰 你自己看 那誰 自己的錯 自己的錯 有 聽到五行 還有哪 三四五 還有誰 誰 誰 誰的錯 對 機關的錯 那兩幾本 兩幾本 納稅務人自行 是用自行 自行 納稅務人自行 對不對 這誰的錯 假納期間五年內申請 會還 預期不退 預期不退 聽到五行 這叫自己的錯 我啦 再來 三四五 納稅務人 因什麼 因 稅務機針機關 因 稅務機針機關 有看到嗎 代表是誰的錯 機關的錯 聽到有沒有 然後呢 那我們簡單嘛 我們得知錯誤起 兩年內要查明退完 但前想完不以五年一角為限 也代表說有沒有五年限制 沒有五年限制 那你要得到五年 出給人家 好 可以 加計利息一併退還 有看到嗎 沒有 沒有 記得利息都用什麼 優教 你是用優教 聽到嗎 好來 看題目 答案最小 我看題目要做就知道 題目那麼多代表重要 重要 來 第一題 誰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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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you can't get 幾年 沒有 第二題誰的錯 所以 好 吳靈有沒有 有沒有期間的問題 沒有 我們沒有期間的問題 那第三題是 基針機關得知錯誤起幾年要查明退完給你 兩年 第四題 一百零二年 歲特 三登 答案是這 欸神的錯啦 基針機關的錯誤 基針機關的錯誤